北岸国中有助进入好的辣植环境 一支进出经费中三楼到市中心整个 极材空间变成图书馆 因为来的时候做这个很幸运 在这里原来这边是一个生物的实验室 那我们说学校的生物实验室隔壁是一个理化实验室 所以我们决定就把生物实验室 把跟理化实验室合并 把这个空间楼出来做一个比较大的 里面的整理说我们阅读图书馆的一个设计 北岸国中这处全新的图书馆 里面不断尽快 外面的设计经质建策 成功营造很好的达书馆 后方还有另外的设计 是要来提醒树心气质 路口的处的地方就展现一个很优雅的一个展览空间 希望说不断 第一个可以呈现民家的 或是我们跟文化处做合作 那边有比较不错的一个展览 或是比较好的艺术品 我们希望带进来到我们北岸地区 那不仅让我们的北岸国中师生有机会接触 也让北岸地区的民众有机会来接触 第二个我们还是展示是学生的作品 实施的作品 把好的学生的作品 彼此之间做一个良性的一个规范 或是学习 后方表示这样的好设计环境 未来也要开放学核心所用 要有民众的机会 走到北岸国中的导书馆 那以后我们会在这边做老师的专业成长 那我们会邀请可能未来 我们跟男人国小做结合 欢迎他们的阅读课程 或是他们的等于故事绘本的 这个讲解会欢迎到我们的学校来 我们还是跟我们的男人国小 做更充分的结合 甚至我们欢迎我们的社区 未来礼拜六 我们也都开放给社区 更多的资源进来这边 北岸国中的核导书馆 公民变得完全和核实效果 由美的观察环境 和新维专好 修兴下口 小旧 今天今天好所在 记得你跟我们参谱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